好,這段影片會介紹一下 joint 關節 其實關節有很多種不同的類型 你看到這裡已經有三種 而關節其實是指骨頭 joint together 的地方 meat and outer bone 而他們最基本的小成是骨頭 以及關節的 ligament 即是可以把骨頭連接的地方 而不一定要有Tendon 如果有Tendon的話 通常我們都叫做movable joint 即是可以動動的關節 所以關節也有分不一定會動 以及懂得動的movable joint 懂得動的時候當然有關節 有些空間和位置也容許它有一定程度的動動 好,那這裡呢